今年的天气异象 每年在台风季节 必定会有许多的台风造访 但是今年并没有台风来袭 使得山区的蓄水量不足 也造成了鲤鱼潭涌泉断卖 破了六年前鲤鱼潭的最低水位 游艇业者担心会影响脚踏船的行驶安全 在鲤鱼潭经营脚踏船生意的业者说 今年台风没进来 并且没有下过几场的大雨 鲤鱼潭水位一直下降 到现在至少下降了三米多 湖水也向内退缩了四公尺 湖中的土丘已经裸露出来 这种情形将会影响脚踏船的安全 今年的水位是最低的 水位最低可能是没有下雨 所以长期没有下雨 然后水位就一直退到潭中间去了 一直退了两三米了 所以这样子再继续不下雨的话 继续退的话 我们的业者船只就无法 在游客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办法行驶了 会搁浅了 鲤鱼潭的业者指出 从河川水位和桥墩水位观察 发现干旱程度一年比一年严重 从六号到下一周 整周我们的大概都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所以水气也蛮多的 所以东部这一周的天气看起来都不是很好 然后大概都是已经有雨 然后局部地方 甚至在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 十二号这个时候啊 可能就是台风比较接近一点点 然后它的水气会进来 所以雨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虽然鲤鱼潭水为供应民生用水 但也已经影响到了湖中渔霞蟹的生态环境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